王后 那个云儿 说他听得清清楚楚 是开明寿 山海经 海内西经 海内昆仑之须在西北 地支下渡 昆仑之须方八百里高万刃 尚有木河长五寻大五威 而有酒井以玉为侃 面有酒门 门有开明寿守之 百神之所在 王后 这下好了 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是因为她知道了 所以我们才知道 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尸碧 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 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 让她们用开明寿做银子 好好动动心思 明日若能解开机关 有重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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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调的小过之一 大王 寡人听说 你为了这和氏璧 已经废寝忘食 但是 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 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 臣妾查出了 这匣子上的神兽 是开明兽 在蜀地传说中 开明兽 本是围获彭国的怪兽 后来被鳖林降服 并为建国立功 鳖林有感齐功 虽在建国后 自称为开明氏 但也有种说法 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 死后上天 才化作了开明兽 臣妾 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 寻些蛛丝马迹 前朝重臣 为了准备与五国交兵 忙得不可开交 你们这边 为了和氏璧 透得难解难分 寡人 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 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 省得你们左右为难 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 谁料 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 大王 人家累得眼冒金星 你却拿人家打去 芈月是个好胜女子 若这匣子的机关 被王后那边先打开 你会怎么样 臣妾 虽没有破解机关 却读了许多好书 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 那也是好事啊 若是王后 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 试试 这方法 不行吗 你看你那个方法不行啊 这这这 还是想不空 你再想想 王后 王后 你们琢磨这些日子 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 这 王后 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 无非就三种 第一种是抽根法 什么是抽根法 抽根法 就是造匣子的人 预先在匣子当中 留出一根 没有损毛的木条 只要找到这根木条 把它抽出来 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 第二种是错开法 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 都是有轴的 只要找对了方向 沿着轴平行错动 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 其他的将迎刃而解 第三种呢 第三种就是旋转法 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 把它们一根根地拆下来 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 那赶快呀 这 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 无意奏效 怎么会 王后 我们甚至还把这些劫法 对应八门九星 阴阳五行 三七六仪 各种排局 方位 都试过了 依旧劳而无功啊 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王后 数数罪 我们以为 这匣子的机关 除了做此匣子的人 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写 一帮废物 王后恕罪 怎么来晚了 私下耳目太多 不得不当心 眼下可却全都指望你了 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 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 你说事情完了 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 那是自然 那还有我家里 放心吧 王后给蜀王去了信 让她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 谢谢王后 请她放心 我原儿哪怕拼了性命 也为王后保住这块鱼 好 退下吧 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呀 如果不是开明兽 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长着九个脑袋的老虎 或许这开明兽 或许这开明兽 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 或许它只是个银子 用意 是要我们留意山海经 银子 香儿 你再去把山海经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 好 好 果不其然 这海外南京 海外西京 海外北京 海外东京 各篇章都是以男子开头 这所记掌顾 也是由男开始 这么说 这男子 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 上南下北 这匣子的男 该是在匣子上 这四面除了开明寿 什么都没有 姑姑说这块鱼害人果然不错 我都饿了一日了 此刻肚子都姑姑叫了 你怎么好意思啊 八子也一日没吃东西了 我还真有些饿了 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 是啊 是 东西南北四宫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这是什么啊 像是个日头 日头照着九个头的开明寿 说不通 说不通 对 南为朱雀 尚书谣典里说过 朱雀为日中星鸟 这不发生吗 你不许词 我没 Inv联 是过朱雀 这这边呢 你会怕 不闷吗 石头 杂与 让你怎么不跟安 诚可 优优独 不然 未来 风 别碰那块鱼 这鱼有问题 别碰他 这鱼有问题 别碰那块鱼 鱼有问题 鱼有问题 鱼儿你干嘛呀 你怎么拿着和尸臂 不要碰 鱼里很多 不要碰 八子 八子 快来人哪 快来人哪 八子 八子 玉儿 八子 玉儿 八子 玉儿这是怎么了 快叫御医 好 玉儿 八子 大王 王后 臣惭愧 八子怎么样 你怎么办 玉八子是中毒了 什么毒 该是蛇虫之毒 你能确定 草木矿石之毒 是吞服或吸入 只有蛇虫之毒 是伤及皮肤和血脉 幸好 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 损失了一部分出来 否则 否则怎样 非常危险 大王 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 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 机关破解 毒针跳出 想拿宝玉的人 无论是谁 都难以逃脱 那个偷和尸臂的人 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侍女叫玉儿 已经中毒身亡了 已经死了 快给八子开药房 大王 微臣只是初步判断 蜜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 但却无法分辨出 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 是一种还是多种 这种蛇虫之毒 差之毫厘 谬一千里 若不能明确毒性 对症下药 只怕是适得其反哪 那眼下该怎么办呢 你是太医令 居然没有半天主张 臣先以连翘拔毒 再以西角牛皇驱毒 但这些方法 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 并不能真正解毒 若不能在三日之内找到解药 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米八子 性命难保 怎会有这样愚笨之人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去抢和氏碧 亏得那和氏碧上的剧毒 让他当场死了 不然 我这便如何向大王交代 是奴婢诱人不当 王后恕罪 你跟那个袁儿见面 有没有被人碰到过 绝对没有 起来吧 看来这都是命 不知是谁这么狠毒 如若昨日 我们这边打开了机关 殊不定现在中毒身亡的 就是我 王后 我刚去西偏殿看过八子 她的情形越发不好了 我知道了 那毒听说好厉害 沾了必死无疑 王后这两日也没少碰那块玉 妹妹是担心 会不会也或多或少沾上点 珍珠 快 去把从楚国带来的那个盒子拿过来 是 听太医说 芈月中的是蛇虫之毒 是 奴婢也听说了 这绿色 难解草木之毒 这红色 是解矿物之毒 这瓶黑色的 是给蛇虫之毒准备的回龙丹 你们都听好了 到外面谁都不能提起 我这里有解毒药 芈月这次自寻死路 我们当然犯不着救她 你们不懂 这药可以救命 也可以惹祸 救命不一定 惹祸却是一定的 是 夫人 孟昭氏来了 魏夫人 魏夫人 这下坏了 大王发脾气了 后宫都乱了 那何时碧竟然会杀人 大王下令彻查 我已经听说了 听警示说 王后也吓坏了 她还吃了 从楚国带来的解毒药 下一步 会不会牵扯到我们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 也确实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你赶紧回去吧 从今日起 紧闭门户 跟谁都不要再提起 那个惹祸的东西 我们跟她 从无关系 也什么都不知道 是 女医治 您不是扁鹊高足吗 您看出什么来了 刺毒确为蛇毒 而且有可能来自于楚国 楚国 奴婢在楚国行医多年 对蛇毒只怕比秦国任何人都要熟悉 此蛇毒该不是一种 至少是三种以上的蛇毒混在一起 楚国的蛇毒居然进入寡人的后宫了 雍蕊那边有消息吗 中行先生特立独行 神看也可以当信使用 停 怎么 走吧 干什么呢 小人 小人这做小买卖的 家中老母生病了 着急赶路回家 拿下 不是 我有什么错呀 官爷 中年肥胖 不是咸阳口音 想要出城的 全部扣留待审 带走 不是 官爷 我没犯什么错呀 大王 那个卖和氏璧的商人 和他的背后主使 中行七已经给抓回来了 抓了 是 问他们有解药吗 中行七虽很严 一个词不肯吐 倒是那个范骨什么都说了 他指天发誓说 不知道和氏璧有毒 所以根本就没有解药 老农派人在他的铺子里 搜了个遍 也确实没有发现解药 下毒之人要防身 既然下毒必有解药 寡人就不信这咸阳城里 找不到解药 马上重审那个范骨 还有 让雍锐一定要敲开 是中行七的嘴 是 还有何事 大王 雍大人跟老奴说 那个中行七 曾经与张子有来往 此话当真 当真 让那雍锐好好查查 到底怎么回事 是 据报 韩国一位大战制造弩箭四十万支 长矛十五万支 赵国征集战马两万匹 征兵八万 卫国也已征集中甲五足一万人 战车两千架 征负三万人征兵十万 楚国更是答应二十万兵马即刻出征 再加上燕国和骑国 诸国的兵马 同共在六十万之上 大王 我大秦眼下王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 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 也就二十万 兵力不属 明显寡不敌众 寡人知道了 干貌 臣在 从今日起 有你待人按照户籍登记 除残疾外 征兵年龄降为十五岁 臣 领旨 司马错 臣在 寡人受你兵符 调动十万盲军 立即进驻寒谷关 操练布阵 准备御敌 臣领旨 楚立吉 臣在 你和宗室风臣们交涉 尽量筹集更多兵钉马匹和粮草 臣领旨 领华 儿臣在 你建造盔甲 弓弩 剑枝 兵器 是 庸领旨 庸领 臣在 你 除了给寡人丁牢各国的动向 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 遵旨 至于张相张子 臣在 大王 张仪愿请命出使诸国 诸国联盟并非同驻之长城 张仪愿凭三寸不烂之舌 撬开其中之缝隙 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 此事寡人 还要再思量一下 张子 听说你也被卷入了这和氏璧的 是非党中 这和氏璧 说来惭愧 我跟他有不解之缘 难道当时张子就不疑心 其中有鬼吗 关心则乱 但我也是后来发现其中懂懂得蹊跷 张子可知这咸阳游市当中 有一人叫中杭七的 此人在咸阳城中很是吃得开 实在令人瞩目啊 知道 我们相识在魏国是个能人 原来张子与他是旧友 难怪他曾经拜访过张子 庸大人 庸大人怎么会对此人如此在意啊 此人与和氏璧的案子有关 如今他在我的手里 大王 你有何事 臣妾知道 大王为了八子心中焦虑 臣妾感同身受 寡人问你 到底有何事 臣妾想 这和氏璧送到宫中 要经过多少人的手 很难算计到一定会害到谁 所以 这胆大包天的下毒之人 应当是在宫中 可以见的 大王不相信臣妾的话 眼下谈不上信与不信 你要拿出根据来 宫中若有人敢做这样的事 除非 他手中早有解药 因为他在害人之间 首先要确保自己无恙 再之 他必须心中有数 知道谁会死 不然他煞费苦心 伤害的却可能是对他无关紧要之人 既然这样 臣妾已经找到了这下毒之人 谁 说呀谁 是王后 臣妾知道一定是王后 王后 你大胆 这和氏璧在王后的手里拿的时候最多 他有机会让人做手脚 你是说王后为了这和氏璧 要杀害她的亲妹妹 王后怎么想 臣妾不知道 但是臣妾可以断定 王后手中 还有那解毒之药 大王 大王是否还记得 上次敏月临门 王后昏睡不醒 就是吃了从楚国带来的安神药 王后的英女警示曾经透露 王后有一只匣子 里面装的都是从楚国带来的 所谓的神药 据说这些药十分的珍贵 连我们宫内的御医都没有见过 其中就有解各种奇毒之药 即便如此 也无法证明 那里面有芈月所需要的解毒药 女医治已经断定 芈月所中之毒是楚国的蛇毒 芈月中毒当晚 王后被警示提醒 她自己也染上蛇毒 便换人拿来了那个匣子 吃了匣子里面的药 大王 臣妾猜测 那定是你月急需的解毒药 王后 大监来了 大王宣王后 即刻去宣氏殿 是 大王还叫老奴转告王后 别忘了拿上从楚国带来的匣子 王后 王后 这几日好忙啊 大王日礼万机 大王日礼万机 与大王比 臣妾实在清闲安逸 大王 芈月中毒快三天了 是 臣妾每日都去看王堂 太医说 芈月机会渺茫 王后怎么看 只要有一线机会 都不应放弃 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药 可寡人寻遍咸阳 一无所得 女之判定 这毒是来自楚国 楚国万里之遥 芈月命在旦夕 王后说 该怎么办 大王若不问起 臣妾真没有胆量 碰名去之 臣妾这儿 有一盒从楚国带来的密钥 只因臣妾 对枕脉辩舌 一窍不通 药性药理一无所知 所以从不敢乱服用 那日事发 臣妾恐怕染上残毒 也只是随手吃了一颗解药 吃个安心而已 既然王后根本不知 这解毒药是否对症 却胡乱服下 这与王后说的不敢乱用 自相矛盾 臣妾只是情急乱投医 错了怪自己 但芈月妹妹已被荼毒 臣妾怎敢拿妹妹的性命 当儿戏呢 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 把匣子拿来 给寡人看看 王后 第二层 左下第一个 寡人看到三个瓶子 红的解矿石之毒 绿的解草木之毒 黑的解蛇虫之毒 王后果然了然于心 是 赶紧 拿去给御医看看 什么人这般嘟嘴 竟把王后给出卖了 不是孟昭氏 就是锦氏 只有他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盒子 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若知道大王会查这个盒子 我该早早地把这解药拿出去 王后已经把解药给了大王 倘若这解药真的救得了芈月 那大王应该赏赐王后才是 恰恰相反 芈月若没有死 大王要抓真凶了 什么 王后的意思是 芈月中毒 整个秦国都没有解药 唯独我们有解药 怎能不让人生疑 难道大王会怀疑王后下毒 若是我 我也会怀疑 否则 哪有这么巧的事 那可怎么办呀 但愿解药 并不对症 怎样 此药 的确是解蛇虫之毒的药 不过 能否完全解掉芈八子的毒 还不敢确定 怎会如此呢 此药乃楚国密药灰龙丹 能解荆山蛇 云梦桓蛇 双头蛇 这三种楚国制毒之蛇的毒 可万一芈八子种的 不是这三种毒蛇的毒 就难了 弄不好 还会雪上加霜 大王 这种蛇虫之毒 变化多端 其解药 或取之经常出没之地旁边的药草 或取其蛇叶提炼而成 必须对症下药才行 这种蛇虫之蛇 书臣无礼 能否让女医智 取一些芈八子中毒之血试一下 看看是否有效 准 恭喜大王 此药完全对症 芈八子服药之后三日之内当能醒来 可不得了 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 大王 芈八子上次生产之后 本就是气血两窥 身子尚未痊愈 又被蛇毒伤了经脉 若要驱除余毒 恢复身体 尚需更长的时间 好 寡人就将八子交给你和女医智 要心心照料 是 传我旨意 将王后所住交房殿 即刻封殿 查起之前 不许任何人禁出 是 大王 碧人姓中杭名妻 乃是先进中杭室的后人 居于魏国 我与张相张仪是旧相识 我们 不要动拉稀扯 先说说和氏璧的来历 那和氏璧 乃是一月之前 张相亲手交给彼人的 信口此黄 张相何来的和氏璧 数年前 张相为何弃处入秦 天下人皆知啊 乃是因为楚国另引昭阳 丢失了和氏璧 而张子 是唯一的嫌疑 假如真是张仪偷盗了宝玉 那和氏璧如何从颖都到的咸阳 哦 张子在得到和氏璧之后 因昭阳调查誓言 无法将和氏璧带出关卡 所以 先将和氏璧藏了起来 此后借着楚国嫡公主与秦国联姻 乃将和氏璧混在了嫁妆之中 碧国关卡带入秦国 由张相自己收藏着 那既然和氏璧是这么前行万古才到手的 那张仪为何突然差人将他变卖 那是因为公孙衍联合五国 兵临寒谷关秦国将败 张子心中惶恐 打算借着出使诸国 逃离秦国 这才变卖和氏璧一筹自飞 王后好冤枉 匹了解药 救了芈月 却被大王一心是守恶 这天下还有没有功力 公子今日哭闹着要出门去玩 被守门的禁军拦住 惹得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封宫已经两日了 若再无人能证实我的清白 这下毒谋害的罪名 恐怕就要被坐实了 王后 这几日 我想了许多 越想越觉得悔恨 过去我不曾真正害过谁 若害了 也算不辜负一个心狠守毒的名犯 你们跟着我这些年 忠心耿耿 我一人受难也就罢了 不仅连累了孩儿 让你们 也跟着落入苦海 王后 王后不要灰心 大王一定会查尽真相 给王后一个清白